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上浇油 辛仇旧恨 以暴易暴 以色列会否发动地面战争 并引发中东大战 战火之下 何以为佳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成为了1973年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 最为严重的冲突 战火究竟要升级到怎样的程度 是否外溢都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忧虑 哈马斯这次精心策划 可谓是精锐进出 战斗力令人瞩目 海 陆空 立体渗透打击 特种部队 工兵 挖人等 特殊兵种都参与到行动当中 不仅在战术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武器装备也有升级 新型的多管火箭炮 无人机 巡飞弹等 新式武器纷纷亮相 而从以色列的军事准备上来看 以方在加沙地带 集结了十几万地面部队 保持着24小时的监控 以及绝对的制空权 随时都可以对哈马斯进行定点清除 另外以色列采取了 断水 断电 断油 断粮的极端手段 加速把北部重镇的平民驱赶出城区 进入南部地区 然后在逐区的青角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将哈马斯连根拔起 现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色列如果攻入加沙打巷战 势必会引发更为惨烈的伤亡 重新占领加沙 目前是必大于力 另外加沙庞大的地道网 也将成为以色列军队进入的重要阻力 因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将在削弱哈马斯 能向国内进行交代之后 终会在外部调停的工作之下而停止 但是这次冲突 对于巴以的和平进程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双方距离两国方案越来越远 加沙多处医疗设施被炸毁 而那些还在勉强运作的医院 更是人满为患 医疗物资严重短缺 医护人员表示 人们感到害怕 他们睡在医院的地上 走廊里 并床间 在家园被毁 被迫逃离之后 这是唯一安全的地方 而谨慎的安全 随着不断划破天空的火箭弹 风鸣声和大火燃烧殆尽 10月17日晚 加沙厂的阿和利阿拉伯医院 遭乙军空袭 造成至少500人死亡 是这一轮冲突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事件 遭习的医院事后陷入一片火海 附近血迹斑斑 遍地湿海 救护人员将大量伤者 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由于加沙地带近期死亡人数过多 医院停时间已经无法附和 从宣布全面封锁夹杀 到准备展开海陆空联合攻击 威胁要摧毁哈马斯 以色列的报复反击行动步步紧逼 毫不手软 但加沙复杂的地道网络 将给以军地面进攻带来挑战 自2005年 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 哈马斯就开始精心修筑 这座地下迷宫 这个被以色列称为 加沙地铁的地道网络 深达地底30米 入口通常设在房屋 清真寺 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底层 以便哈马斯躲避以方情报监视 如果以色列想通过空袭摧毁地道 即便使用钻入地下后 再爆炸的钻地炸弹 战机也需先投掷炸弹 击穿地面的灵宅 哈马斯这一做法也引发争议 被指用平民做肉盾 遍布各处的地道 成为哈马斯躲避空袭的避难所 还可以隐藏武器装备 运输军力和武器 此外 哈马斯还利用地道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并派遣武装人员潜入边境 发动突袭 在2014年的加沙冲突中 以色列军方发现 并摧毁了36条地道 其中6条直接通往以色列境内 当时以色列公布的照片显示 地道有水泥加固 配备电缆 发电机和通信系统 部分还有小型轨道 以运输装备 以方猜测哈马斯 自2007年到2014年 修建了至少1300条地道 造价达12.5亿美元 2018年 以色列军方还发现了一条 从加沙通往地中海的地道 哈马斯可以从地道进入地中海 在潜水抵达以色列发动袭击 美国西点军校反恐中心 对2014年加沙冲突的评估中 曾提到 地道系统 地面部队和火箭弹 是当时哈马斯对以色列作战的 三要素 在这次突袭行动中 哈马斯一天就向以色列 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 此后 哈马斯每天继续向以色列 发射几百枚火箭弹 要知道 加沙地带 一直就被以色列和埃及严密封锁 哈马斯如此数量庞大的火箭弹 从何而来呢 10月12日 哈马斯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自制火箭弹的视频 视频中 哈马斯成员将埋在地下的水管 刨出来 进行清洁和切割 分解成一段一段的钢管 这就是火箭弹的弹体 之后 工程师将融化的助推机 导入管中 冷凝形成火箭弹的动力发动机 最后还对他们进行了喷涂工艺 看上去很有哈马斯特色 更具戏剧性的是 哈马斯派出潜水员 从沉入海底的英国古董军舰中 打捞炮弹并收集弹药 改装后作为火箭弹弹头使用 在几周时间内 哈马斯就从这艘军舰上 卸下了所有弹药 除了自制火箭弹 也有分析认为 哈马斯通过黑市和走私渠道 来获取武器 多年以来 哈马斯已经建立了一系列 秘密运输武器的通道和走私路线 比如 哈马斯多次利用 位于埃及和加沙地带边境的 走私地道 将装备 武器和资金 运入加沙地带 拜登本周访问以色列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讨论美国援助的事宜 美国是巴以冲突以来 参与程度最高的第三方 战火刚刚开始的时候 拜登部署了福特号航母打击群 前往地中海东部待命 并且多次声明将会对以色列 提供无限制的外交政治和军事支持 在开打五天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 展开了疯狂的外交冲刺 72个小时访问了以色列 约旦 卡塔尔 巴林 沙特 阿联酋 埃及等国 可以说刷足了存在感 但是却接连地碰壁 中东国家拒绝谴责哈马斯 而是呼吁双方要尽快停火 美国一方面寻求沙特 等阿拉伯国家谴责哈马斯 另外一方面对于加沙地带 现在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 又视而不见 还不断加强对以色列的武器支援 在中东和解进程 加速的背景之下 如果美国实质性地介入 或者支持以色列 无限制升级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 中东和解成果将复制东流 混乱升级的中东 会使美国再次陷入其中 目前美国也是临近大选 所以美国在多大程度上 支持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必答题 10月18日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会谈 讨论美国援助事宜 拜登此行被认为 是在全力支持以色列 同时与缓解加沙地区 人道主义危机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总统访问正在爆发 激烈战争的国家并不多见 而且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坊长奥斯汀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 相继访问以色列 拜登本人也几乎天天 与内塔尼亚胡通话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还如此急切地访问以色列 背后考量则是内拉选票 外访以军暴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 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 将禁止支持哈马斯的移民 进入美国 并将对公开支持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移民 进行逮捕和驱逐 这一表态 无疑是为了吸引 亲以色列的保守派选票 在美国 绝大多数犹太裔选民 都是民主党人 2020年的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犹太人是美国人口中 最自由派 民主派的群体之一 十个犹太人中 七个都是民主党 相比特朗普任内 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签到耶路撒冷 并承认哥兰高地领土 以及签署旨在实现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 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 拜登和民主党 则与以色列关系没有那么融洽 奥巴马时期 还曾爆发公开争吵 美联社称 拜登此行 有机会让他在2024年 总统大选之前 向美国选民展现 自己具有国安方面的资历 赢得国内支持度 目前留给拜登 访问以色列的窗口期 十分狭窄 巴以局势正在急剧恶化 乙军坦克在与加沙交界地带就位 等待政府为地面攻势开绿灯 一旦地面战争打响 将直接牵动中东 乃至世界局势 美国需要事先与乙方对表 做好协调 拜登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10月15日播出的 60分钟节目采访中表示 不会派美军参与战事 但会保障以色列得到所需要的支援 并明确警告 以色列再次占领加沙地带 将是一个错误 其实美国还是在替自己的利益来考虑 包括它现在中东的整个的战略布局 尤其是军事上面 那么以色列的地位是不可以替代的 那么它不再像过去一样 这个一家独大 包括在中东能够不断的去 这个压制各方 那么现在呢 美国为了维持它的中东的现有的体系 所以它在跟以色列的这个协调方面 无论是民主还是共和党 两党的传统的观点是一方面 但是在现在它跟以色列的这种 尤其是强硬派的这种博弈里面 美国方面似乎也并不占优势 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呢 我觉得现在来看 从美国国内的金融也好 包括它的各个领域的这个 犹太裔的这些上层的存在 那么应该来说 我觉得它的支持的力度 包括它的这个弹性 要远超过对乌克兰方面的支持 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呢 它在中东现在的重要性跟地位 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尤其是在美国的整个的布局里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色列方面也是清楚地知道 美国对它的支持一定是 真正意义上的信呼于无限的支持 针对美国在发生两场武装冲突期间 无力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说法 拜登反驳称 美国是目前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 8亿冲突升级之后 沙特叫停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无疑给拜登的中东政策沉重一击 如同在阿富汗匆忙撤军一样 拜登政府也急于要推进以沙的和谈 目的是要把精力集中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特别是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和科技战 美国目前暂时无法找到任何适合的代理人 无论今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 美国在针对中国的竞争领域都无法松懈 倘若巴以冲突进一步扩大 而导致了新的中东战争 作为以色列最为亲密的盟友 美国难以同时兼顾 在世界三个地区的巨大投入 也很难制定出能够经受得住 西方各种阵营的完美方案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第一时间 与巴勒斯坦 以色列 沙特 埃及等国家沟通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 本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会晤的时候表示中方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当务之急是停火 回到谈判桌前 建立紧急人道救援通道 防止出现更大的人道灾难 而根本之策是尽快激活两国方案 推动形成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也与一带一路的顺畅连接紧密相关 本周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华 除了一带一路所对签合作内容之外 加强中俄经贸合作 扩大双边进出口也是重要的话题 在战略层面上 中俄靠近或将更进一步 对于巴易冲突 俄中的立场较为一致 俄罗斯呼吁停火 强烈谴责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 和一切恐怖主义行为 安全释放所有人质 不受阻碍的提供和分配人道主义援助 并且为有需要的平民 安全 疏散 创造条件 中俄元首会晤对此协调立场 而另一方面 从长远来看 美国军队显然没有继续 要全心全意守护 三个战略要地的能力 乌克兰 印太和中东 巴以局势将迫使美国放松 其在乌克兰和太平洋地区的着力 10月14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时 批评以色列的行为 已经超越自卫范围 应该认真倾听国际社会 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王毅在第二天 与伊朗及土耳其外长的通话中 进一步表示 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长期遭到搁置 生存权长期不能落实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这种历史不公应当尽快结束 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唯一出路 就是确保安理会决议得到有效执行 两国方案真正落地 而当务之急则是推动局势降温 防止加沙地带出现严重人道灾难 造成更多无辜贫民伤亡 进而损害地区和平局势 断送中东和平进程 为响应联合国呼吁 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 中国正向联合国 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分别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用于解决加沙地带食品 医疗 居住等急需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在发语问题也好 在各个这种国际的问题也好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 一直是秉承的一个态度 就是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我们一直在这个国际问题上 采取了相对来说公平 去更多的了解认同 甚至我们说是支持 这种落后的欠发达地区的 这些人民的诉求 西方的国家 无论是欧美 那么其实他们的这种支持和反对 更多的还是基于自己的考虑 基于自己在整个世代中的占位 在这个西方深度参与的一些事态 尤其是西方占优势的情况下 西方是可以完全抹杀 压制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声音 那么在西方可能并不参与 或者西方认为对手 是跟一些更落后的区域来进行 博弈的时候 那西方肯定就是去压制 我觉得他们采取的态度 跟中国这样一个是要有底线 另外是要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是通过比如一带一路 这样相关的项目 实际上很认真的 希望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民 能够更好地享受 比如先进的基础设施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方便 帮助大家一块地去发展经济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越来越多地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么对于很多欠发达地区 对于在很多的对抗博弈之中 处在弱势的一方 或者传统受到西方的歧视和压制的一方来说 这个无意是一种福音 中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 可以形容为正热惊冷 中国对于两国关系的描述定位颇高 中国是最早支持 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 并承认巴解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 1964年5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第二年就在北京设立了 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 1988年11月 巴勒斯坦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中国几乎在第一时间 宣布与巴勒斯坦建交 近年来 两国的政治互访极为频繁 不同层级的中国官员 多次出访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自2005年至今五次访华 最近一次是今年6月 两国宣布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阿巴斯在中国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上 都表态支持 不过考虑到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 人口规模 中国与他们的经济联系有限 即便在经历了2022年的大幅增长后 双边贸易额依然只有1.58亿美元 而且几乎是中国向巴勒斯坦的 单方面出口 中国从巴勒斯坦的进口额 仅为1.9万美元 中国与哈马斯则是交往有限 2014年 时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乌斯科 曾在卡塔尔多哈 会见时任哈马斯最高领导人马沙勒 与巴勒斯坦不同 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在政治上若即若离 经济文化上如火如荼 首先以色列对中国有特殊的好感 在1933年至1941年期间 超过2万名无国籍犹太人 为了躲避大屠杀逃往了上海 得以幸存 这份历史渊源 使以色列早在1950年 就承认刚成立不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东首个承认中国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 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017年3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时 两国确认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 这一表述在中国外交场上 首次出现 从同时公布的公报来看 两国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 水资源 农业和医疗 以及文化教育上的合作 在政治上则是加强沟通 经济上 中国和以色列 确实互补性强 2022年 双边贸易额 255亿美元 中国是以色列亚洲第一大 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考察巴以两国方案 无论是联合国早在1947年 经由57个国家投票表决的 181号决议 还是联合管理会在1967年 所达成的242号决议 或者是2000年 经由无数的协商纷争 由欧盟 美国 联合国 俄罗斯 共同促成的实现路径路线图 首先确认的都是巴以 以两个国家的身份 在一个地区各自并存 互认边界 相互尊重宗教信仰 平行发展等种种权益 目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访华期间也再次确认 两国方案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不难看出 在经历了近80年的血雨腥风 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 无法从根本上管控问题 而两国方案无法落地 究竟困难在哪 首先 以色列的强硬态度 是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重要原因 当前执政的内塔尼亚湖政府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是鹰派立场 坚决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故土 第二 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 是以色列所掌控 甚至连自身的关税 都需要由以色列来代收转交 这无疑让其自主性大打折扣 第三 在巴勒斯坦内部 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裂 也注定未来 巴勒斯坦国的统一不会一帆风顺 自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以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密切关注巴以冲突 普京在声明中 一直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 隐晦地将以色列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德国军队进行了比较 俄罗斯也一直指责 和美国的政策失败 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 巴以冲突加剧 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抵抗哈马斯 但在加沙进行地面进攻 将导致绝对不可接受 数量的平民死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如果美国把焦点 放在以色列局势上 从而放缓对基辅的武器供应 那么俄罗斯将能更快实现 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不过 美国和北约盟友 淡化了巴以冲突 会影响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担忧 一名美国国防部高官说 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支持 同时确保有能力应对其他危机 从目前来看 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援需求 没有太大重叠 以色列寻求铁穹防御系统导弹 精确制导弹药和炮弹 乌克兰的主要需求则是弹药 导弹防御系统和地面车辆 以色列多年来也储备了相对充足的武器 不过 如果乙军对加沙地带发动地面攻势 武器供应可能会变得紧张 令人关注的是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出现在了中东 除了M4冲锋枪外 乌克兰还可能向哈马斯提供了 美国独次防空导弹系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以色列和北约最近才向乌克兰提供了各类武器 而乌克兰军方转手就把这些武器给卖了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在巴以问题上面的态度 尤其是跟巴以双方的关系 其实也是比较微妙 一方面我们知道 之前在俄乌冲突里面 以色列的态度其实跟西方是有差别的 这点上俄罗斯是很清楚的 另外俄罗斯在历史上 在犹太人问题上面 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的顾虑 所以我觉得 第一俄罗斯方面在中东采取的态度 跟西方不一样 它还是应该说有底线 那么希望巴以双方都能够 一定程度上去表述 包括我们说双方的诉求 要得到这种尽量的去满足 这点上我觉得 其实中俄在这个领域上面 跟西方是有差别 而且中俄两方的态度 是有很多共通点 我们看到之前在联合国的层面上 其实中俄在这个问题上 包括跟很多的倩发达地区的 这些相关的国家 包括我们说跟很多精砖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 中俄的态度 包括这种相关的这种 所主导的一些相关的议程 实际上是类似和相近的 那么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它还有一点就是 它深受到这个俄乌问题 外溢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包括在国际金融方面 包括在能源方面 当然包括在安全方面 所以现在呢 它也希望说在俄乌问题之外 巴以问题能够最大限度的去 牵涉到西方的力量 而且从这个西方的整个政治 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 那么以色列方面能够获取的资源 那么当然远大于乌克兰方面 而且原污跟原乙 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 可以是一个零和的博弈 就是以色列获得的更多 乌克兰自然获得的更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罗斯方面当然 是希望西方全力的 去对这个相关的事态 来进行一个援助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 它考虑在 比如说在叙利亚的 很多的这个存在 那么它可能并不希望 巴以问题失控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 俄罗斯在整个这个国际的社会 在斡旋相关事态之中呢 还是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